住在新北市树林的居民 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交流道了 新北市交通局规划在高速公路电子收费全面实施之后 废除树林收费站改为树林交流道 预计可以疏解三阴还有土城交流道的车流 也能够为树林的居民省下15分钟宝贵的通勤时间 小轿车和刚出地方站的大货车征道 场面显向缓身 树林甘园区因为没有交流道 最好利用收费站旁的公物便道出入 已经是不能说的秘密 不过在电子收费后 树林收费站渴望改为树林交流道 会比较省实啊 会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现在是走那个便道 就是比较危险 这边很多工厂 他们如果说要下来的话都要从土城 下半个要从三阴 新北市交通局估计树林甘园地区 由于有台北大学和工业区 进出人口将近16万 依靠零件的土城和三阴交流道 又会有超出负荷的情况 因此改为交流道后 预计可以为树林人 节省15分钟的通勤时间 树林人都引颈期盼 也希望有关单位听到民众的心声 让改建计划及早顺利过关 提到那种事实的机会 那么我们就会有关系列的心意 价格的心声 我们就会有关系列的心声 我们就会有关系列的心声